苏有港版邓文迪称号的43岁甘比陈凯韵一向深得大刘、刘鸾雄的疼爱 他于2008年10月为年长28岁男友诞下长女刘秀化后正式搬进梅道一号豪宅 四年后2012又生下儿子刘仲学 与大刘登记领证成为合法夫妻 晋升为刘泰之后甘比于2018年再生戏女刘秀儿 花了15年时间打败桂姐吕丽君的甘比 成功坐稳豪门阔胎的位置 婚后继续贯彻低调个性的她 不时携膝下子女到评价店铺帮衬做工艺 十分清明接地气 现已接棒刘鸾雄慈善基金会主席一职 1月30日一早 富婆甘比在社交网更新一则动态 晒出儿子收到的过年红包 作为华人新年的传统习俗 派丽氏发红包早已成为长辈给晚辈的好一头 相众 大流儿子刘仲学春节期间拜年走亲戚 收到20余封红包 里面有20元至千元纸币大钞布等 拆开后厚厚一大跌 目测约有近万元港币 听闻懂事的儿子想悉数捐出压岁钱 甘比身感心田了 俗话说言传身教 富二代刘仲学心善博爱 得益于父母口头上的教育以及以身作则 甘比逢年过年都会带着子女前往福利院探望孤寡老者 亲自做慈善公益起模范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 亲自甘比并未曝光爱死的近兆 仅分享母子间的友爱对话 但刘仲学样貌港媒曾拍过 与爸爸大刘长相宛如复制粘贴的刘仲学 简直是mini版的刘鸾雄 仿佛一个母子客出 而且姐姐刘秀化也长得似爸爸 感叹大刘的强大基因 众所周知 现年71岁的富商刘鸾雄财力雄后 年轻时封刘陈信 膝下共有7个孩子三子四女 但对现任甘比所欲子女却尤为宠密 据港媒报道称 早在2017年的时候 大刘就将千亿港币财富做分配 旗下市值73.7亿的华智集团65%股权分给儿子刘仲学 远超同父一母的哥哥刘明伟保永勤所生 与刘子峰吕丽君所生 三年后 大刘长子刘明伟又将持有的23亿股权低价转卖给继母 一并归入甘比及子女名下 加上大刘平时送的游艇豪宅 年轻11岁的刘仲学 以坐拥百亿身下 待成年后 可从信托人甘比手中拿回自由使用 羡煞旁人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